大家好,又到了時間 今天其實非常的興奮 因為我們來到這個麥凱倫的 某一輛車的發布會現場 現場其實停了很多麥凱倫的 不管是超跑也好 還是限量車型也好 例如像是SENA都在這邊 到底是什麼車要發布呢 就是我身後的這輛ATURA 或許你看到這輛車 你會覺得這輛車跟之前發布的 Alva或者是600LT這些車型 有一些類似 但是這輛車其實是一個 側頭側尾一個全新的設計 首先我們先來講它的發動機 它的發動機是一台V6 3.0T發動機 另外它搭配了一台8速的變速箱 這台變速箱是全新的 它的倒檔是採用這個電動的方式 此外它還搭載了一套混動系統 那說到這個混動的系統 它的續航里程其實原廠公布 大概只有30公里左右 那它的油耗表現其實挺令人吃驚的 根據原廠公布的一些信息 它的油耗是50加MPG 換算成我們比較熟悉的這個單位 就是100公里消耗 4.7升的燃油 這是這個WLTP的標準下面所測的 你想想看這一台超跑 馬力680馬力 然後最大扭矩720牛米的這個輸出 100公里竟然只需要4.7升 是一件多麼驚人的事情 那它的動力其實也是非常的驚人 有許多媒體會覺得說 它其實是一個新的這個入門的超跑 但事實上你去麥凱倫的原廠官方網站上面看 它是被分類在這個Supercar的這個等級裡面 就是跟720S是同一個級別的 那它的性能你可以看到屏幕上 其實也是非常的驚人 我覺得被稱作為Supercar也是一點都不為過啊 那除了動力呢 這輛車的架構啊 這一次Altura的架構 是真正的全新的架構 那這個架構叫做MCLA 那剛剛講到這輛車動力非常強大 那輕量化也是這輛車的一個賣點 那當然得利於現在這個新的架構啦 剛剛說到發動機 它的發動機 比之前的這個祖傳V8 少了60公斤 那它的這個架構呢 也是有考量到現在這個 新的電氣化時代下的這個 等等的考量啊 所以呢 它的限速啊 長度少了25% 重量少了10% 那它 大家知道嗎 這輛車是一輛混動超跑嘛 所以它還要背著電池組跟電動機啊 那這輛車的整備質量其實只有1498公斤 那如果啊 大家常上賽道應該都知道啊 輕量化其實是最佳的武器啊 因為對你的煞車 你的輪胎啊 以及你的車體所承受的這些壓力都減輕很多 更有這個讓車能夠更加的耐久啊 那另外呢 剛剛講到這個架構是 考量到這個電氣化的考量啊 那事實上這輛車是配置了駕駛輔助系統啊 不過我這邊要強調一點就是 雖然喔 它配置了駕駛輔助系統 但是不要以為它因為這樣 所以改變了這個 比較沒有手感的電子方向機 它的方向機還是液壓輔助的形式啊 所以這一點我真的是 蠻佩服麥凱倫的這個堅持啊 這輛車的技術特點實在是太多了 所以今天時間的限制啊 比較大一點啊 我不能一樣一樣的慢慢跟大家介紹 所以我們現在先來看一下這輛車的外觀啊 其實我覺得這輛車的外觀啊 跟像是那種義大利的跑車相比啊 它的外觀也是蠻素的啦 沒有那種 又是這裡線條那裡線條到處都是線條的感覺 但是 車位我覺得可以重點說一說啦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它 並沒有這種非常誇張的大尾翼啊 那它的這個 邊緣呢 也沒有像是那種可聲這樣的尾翼啊 或是像 我們之前拍的這個Speed Tail一樣 可以這樣摺起來都沒有 它就是單純的一片 這樣很簡單的設計呢 那它的下壓力完全就是來自於 它的車身設計啦 那大家可以看到喔 它的排氣管在一個蠻高的地方 那這樣的設計我相信大家都已經非常清楚為什麼了 因為這樣子擴散器的面積是可以做的比較寬一點 所以它的下壓力可以盡可能的大 那接下來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輪胎喔 大家會覺得這不就是PZERO嗎 但是這個PZERO其實有一個特色啊 它是有結合這個Cyber Tail的一個科技啊 那什麼叫Cyber Tail呢 就是它在輪胎裡面有一個傳感器 可以跟車身的這個穩定系統互相結合啊 讓你的車身穩定系統隨時知道輪胎的狀況啊 以做出啊最好的這個匹配的效果啊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一個蠻特別的黑科技啊 好 那來到了側面啊 大家還可以看到呢 門上這邊有個小小的凸起來的地方啊 其實以前麥凱倫呢 一直都把開門的這個開關呢 坐在這邊 只不過它現在坐得比較明顯啊 凸出的 讓你可以看到的 這邊是一個門把手啊 那接下來就是側面的這個 空氣力學的這個 像是鯊魚塞一樣的東西啊 那其實我覺得麥凱倫的設計呢 非常的特別 它車身的設計並沒有一些裝飾性的 完全都是為了功能所生的 那這個也是一樣啊 它這個設計可以讓啊 這個車側的一些氣流啊 把這個髒的氣流啊 倒離開這個進氣口啊 讓你進氣口吸到的空氣啊 都是比較乾淨的 所以這個設計呢 我覺得是十分的有趣啊 那車頭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實跟目前麥凱倫的一些車型呢 十分的類似啊 好那講完了外觀呢 我們進車內來看看 來到了車內啊 其實放眼望去啊 這個內飾是非常的樸素啊 也不像法拉利的車這樣子 到處都是按鈕 我覺得這是很有麥凱倫的傳統啊 那方向盤上一樣 也是什麼按鈕都沒有 就是一個很單純的方向盤和換檔撥片啊 那它有一個特色就是啊 它的這個駕駛模式 跟這個ESC車身穩定系統的控制 其實在這邊 有沒有 你握著方向盤很容易就碰到 這手勢有點不好說 好那它還有就是一個 直立的8英寸的一個中控屏啊 它這個中控屏呢 基本上 因為我們現在是沒通電啊 但是這個8英寸的中控屏呢 其實也是一個新的這個設計啊 那它具有這個導航的功能 那我相信啊 這個功能 應該不會是 買這輛跑車的人所重視的地方啦 好如果你真的覺得想要多一點點的享受 其實這輛車呢 是可以選配這個 保華尾劍的一個音響系統啦 那最後其實 這輛車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啊 就是 它的 座椅的控制啊 以前麥凱倫車的座椅控制都是放在這邊的 其實不太好用啊 那現在大家可以看到 它擺到這邊了 在車側這邊 比較符合一般人的使用的習慣啊 最後呢 總的來說呢 我認為這個內飾啊 其實是很有英國跑車的特色啊 不是非常的華麗 就是非常的素 讓你專心在駕駛這件事情上 因為今天時間比較短暫啦 所以我們只能快速的總結一下 首先 我覺得這輛車 V6 3.0T發動機啊 可能有人會覺得說 這個超跑不是應該要V8嗎 至少V8以上啊 不過我覺得 這個發動機小型化啊 小排量化啊 還有這個混動化啊 是一個趨勢啦 我覺得這輛車呢 其實 非常的 有麥凱倫的這個設計的理念在啊 另外呢 就是這輛車 這個輕量化的一個設計呢 我認為也是走在一個時代的尖端啊 畢竟現在的超跑啊 真的是有點過於肥胖 跟我的身材一樣啊 那我覺得 這輛車 以它的這個價格而言啊 有這樣的性能啊 我覺得其實已經是十分的不錯啦 如果呢 你享受的是一種這種 與眾不同的感覺的話 那我覺得 V8這輛車 其實是滿值得考慮的啊 好 那我的節目呢 就到這邊告一段落了 大家後會有期了 我們都會再次用判一下 去有時間了 再一次